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非常欢迎您收看南加州教育讲座 我是Evette Wu 2016年开始 很多美国的大学除了接受SAT的成绩之外 ACT也是另外一种选择 有机会可以让大学看到 孩子在阅读数学还有写作方面的能力 在美国申请大学 SAT或者是ACT都一定是会被大学 所偏重的一个测验分数的成绩 那么在今年很多的学生不太清楚 我到底该考的是这个SAT或者是ACT 那么我们在这边要给您提供一个中肯的建议 就是在还没有决定测验准备之前 我们鼓励学生可以到ACI南加州学院来做一个免费的模拟测验 根据测验的分数孩子在阅读写作还有数学上面的表现 我们会给您提供最适合哪一个考试的选择 那么今年呢 SAT跟ACT虽然因为变革上面的关系 偏重于阅读的理解 写作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 数学虽然是很多亚裔学生通常的优势 但是因为ACT在测验上面他的考试方式的不同 有些时候呢 孩子的准备会能够让他冲刺更高的分数 那么在今年暑假过后呢 最近的考试的时间 有人选择是9月份 10月份 或者是11月份 不论哪一个月份的选择 我们非常重视孩子有计划的规划 因为高分的学生不只考完SAT或者是ACT之后 还有更多的升学的下一个步骤要准备 那么在今年呢 很多的学生开始准备SAT跟ACT时 有人可能开始偏重的是阅读写作跟数学方面的练习 在科学方面 我们也要建议学生偏重于科学性质文章的阅读和理解 ACT其中的一个学科就是会涉猎到这个科学性质的文章 那么如果您还是不太清楚 我刚才所说的这个SAT或者是ACT的差别在哪里的话 非常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可以跟我们的学校来做一个联络 我们总校的电话是626-3008352 也非常欢迎可以家长上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是www.aciprep.com 网站上面有各个分校的这个课表跟时间 如果说您只要拨打我们的分校电话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提供您更多的讯息 今天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